近日我国自主研发设计建造的全球最大两万三千箱双燃料集装箱船 正式交付给法国达菲海运集团 至此该项目供九艘系列船全部按时完工交付 该船型总长三百九十九点九米 行宽六十一点三米 甲板面积达两万三千九百七十八平方米 相当于三点五个标准足球场 比目前世界最大的航母还要长六十多米 该型船可承载22万吨货物 最大堆箱层数达24层 相当于22层楼的高度 堪称海上巨无霸和绿巨人 该型船采用了液化天然气作为主燃料 兼顾燃油动力 与同型燃油集装箱船相比 单行次二氧化碳排放量减少约20% 氮氧化物排放量减少近85% 此外该型船可抗十级锋利 仅需26名船员即可轻松驾驭 现在可以 谢谢大家